人力银行公布2023上班族幸福感调查 结果显示上班族幸福指数只有57分 不满意部分有6成5来自薪水 其他还有福利、前景、升迁制度等 好我们过去知道这个上班族的幸福感 我们每年都会做调查 那今年上班族的幸福感是来到了57分 不及格成绩 为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去年的这个全年实质性经常性薪资 是来到了百分之负0.15 其实这也会让许多上班族觉得说 我薪水有涨 可是为什么 我好像买东西越来越贵 我的薪水好像越来越不够用了 所以其实呢 对于上班族来说 薪资、福利都很重要 然后其次呢 当然还是整个工作环境是不是健康 还有他的工作内容 跟他的专业是不是有相符合 那当然了 也会因为说怎么样特别的一些情况 让大家觉得 我的公司是幸福企业呢 过去大家都说钱多是少离家境 不过这一次我们票选的第一名 却不是因为钱多 而是因为离家境 所以由此可见呢 现在的新鲜人在求职上面 也很追求生活 还有工作上的平衡 所以可以节省交通时间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调查也显示有高达72.4%的受访者表示 如果有机会 想进到艺人网红的旗下工作 而前三名分别是 蔡阿嘎、蓝辛梅及周杰伦 艺人许乃玲也排名在列 好大家可以理解哦 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会选择蔡阿嘎 最主要也是因为说 他很会带员工去玩啊 然后吃大餐啊 像这样子的努力 都是一些年轻人心目中 他们觉得 这个老板跟他们好像 比较有没有距离感 比较接近的感觉 这一次我们也调查发现说 有很多的新鲜人 很想要跟艺人网红老板一起工作 那这些艺人网红呢 分别有蔡阿嘎、桃子姐 然后颜亚伦还有奶哥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这些老板呢 非常的大方 愿意跟员工一起共享这个分红 另外呢 还有很大方的带他们出国之外 也可以让他们认识很多人脉 另外也觉得工作的内容很轻松 其实我说 我是一个很不及格的老板 因为大家知道 我这个演艺事业将近40年了 我做过无数的一些投资 都屡战屡败 那总是很羡慕啊 像在座的几位大老板 有很多的员工 然后能够照顾很多的家庭 这是我很羡慕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 一种社会的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福报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 我们要做一些公益 做一些慈善啊 你经营一个企业经营好的话 其实一定照顾到很多的家庭了 所以往往我们都想 能够做这样的一种事情 但是厂长可能老天爷就给我这种命啊 就是好好带来演艺圈吧 像我当年啊 我说我们那时候刚到台北来的时候 一个月我刚来的时候是三千了 我退了五十八千 我那时候我还在打工 那慢慢慢慢到现在 我还有看到三万或两万八的薪水 我实在不敢相信 这样怎么要活 那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如果在家在台北的话 有四万块以上 能够住在家里面 我觉得是一种幸福的 基本的啊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北漂的 中南部上来小孩子 以前还要管吃管住 以前我到台北来做 第一件事情要什么 一定公司管吃管住 要不然就不做 那现在不太可能嘛 那你要租房子 就是一个很大的开销了 所以我觉得对北漂的来讲 如果一个月新鲜人 没有四万以上 我觉得都很难存活 现场也邀请百年企业老板 分享成为幸福企业的原因 以及成为幸福企业员工的秘诀 我讲这个百年企业来讲 最主要就是 你跟员工要让他知道 你要做什么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们每一代每一代的 这个所谓的掌门人 每一代每一代的董事长 他们都会跟员工很多的交流 那我想因为我们员工 也不是很少 所以还是要各个这个 就是经理、协理、班长那些 要有各方面的这种交流 然后我们也办 常常基本上都会固定 好像两个月就要办一次 全公司的一种大会 先对同仁介绍我们公司做什么 那这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 让大家了解说 公司的目标是在哪边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说 我们的像在这个 我们员工方面的这个任股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过年过节都有这些这个礼物 然后当然我们这个有 还会花这个奖金 联合奖金一定会花的 就是基本上 公司假如有赚钱的话都会花 那我们的旅游方面就是 我们每年都会办旅游 然后办很多的活动 那我们也有这个就是 请人来教很多 他们希望做的事情 我想新鲜人最 我想我们每次在招人 最希望就是说 他这一位在这个 学校之外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一些 所谓的社会经验 比如说参加一些社团 或是参加一些 这个其他的 社会福利工作 或是他本身有 家里有什么 这个 像我们是 我们是比较 所谓食品业 还有没有做过 这方面的事情 他会不会煮饭 或是基本上 就对食品的爱好的人 这样 黄若威建议 打造友善职场 首先是故主要提供 有竞争力的薪资与福利 其次提供发展机会和培训 以及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与提供有意义的工作 珍惜每一位员工的价值 营造劳资良性互动 企业发展才能走得长远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